别人都养猫养狗 咱们熊哥就要与众不同 人家从非洲引进大狮子 养在了自家天花板上 这还要从小福日常炫富说起 养了个贵族血统的斑点狗 这狗子和主人一个德行 看人下菜碟 只对静香友好 对大熊和胖虎自压咧嘴 小福仗着狗子威猛 把胖虎都不放在眼里 一向霸道的胖虎 竟然有怂的时候 大熊的脑子像被驴提了似的 切儿切儿的接胖虎的短 这回挨揍 小多拉都不会心疼她的 回到家 和小多拉说起小福家的斑点狗 话里行间透露出麻烦的羡慕 小多拉不冠病 直接反杀 做人不要太攀比 踏踏实实做自己 人家熊熊只不过想要投狮子当宠物 虽要成狗子那么大 实在不行 说成老鼠大小也行啊 小多拉柔软的内心又开始摇摆了 和大熊约法三张后 还是拿出任意门到非洲找狮子 确认过眼神 是把狮子要吃的人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关键时刻小多拉掏出了缩小灯 把野兽之王缩成耗子大小 大熊一把把大狮子抓在手心 虽然是个头变小 但还是猛兽啊 装进了外卖袋 正研究宠物放哪里养好呢 老妈像是有了心灵感应 对大熊能藏宠物的地儿 搜了个遍才离开 看来卧室是没办法养了 只要转移阵地 天花板是个不错的选择 安排清扫火箭 把天花板收拾的力正的 哥俩来到无奇马黑的天花板上 开始了大改造 新来个人造太阳 打造晴安好天气 再来播种花草树木 一片非洲辽阔大草原就打造好了 最后再模拟个气候 放入小狮子 如果撒点自然辣椒面 这个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 小狮子体型小 喂品盖就够了 只要等妈妈不在 搞点吃的给它就OK了 趁这个机会 不如出去嗅一下羊的宠物 小多拉已经控住不了大熊炫绕的心了 我的草原我的宝 我想咋搞就咋搞 正巧在路口遇到了 又出来遛狗的小夫 说什么自家院子不够大 且不就是想让大家都夸他吗 小夫看大熊 骑个不服拔个不愤的 派出狗子追赶 摇不摇再说 气势必须到位 大熊跑回家 赶紧去给狮子挑点肉肉 结果被老妈抓个正着 熊熊死不承认呢 敷衍过了老妈 赶紧上楼为宠物 吃饱喝足后 而狮子却没啥精神 熊熊贴心的拿来转笔刀 给狮子乘凉 狮子虽小 丝毫不影响他的熊资 半夜 估计是没倒过来时差 在听话晚上熬直觉 哥俩不放心 爬了上去才发现 狮子被老鼠追得狼狈不开 小毒拉慌忙掏出放大灯 狮子被还原 一巴掌解决战斗 接下来 该不会处理大熊和小毒拉了吧 虽要灯还失手滚落下楼 没想到 狮子对大熊极其温顺 把他当成了主人 当成了朋友 两人趁着月色 打算带着狮子出去溜溜 看星星 在谈谈理想啥的 路过小福家 狗子哪见过这阵势 隔天清晨 在空地上 这回狗子见到大熊 不敢狗障人士了 伙伴们 如果有缩小灯 你想养点啥动物呢